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 些许有些窄了 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 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 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 而此时 瑞宝灰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 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 谁能想到 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 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 一会儿 将爷爷见瑞宝和灰宝玩得可爱 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 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灰宝待在一起 但对于爷爷来说 瑞宝和灰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 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 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 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灰宝每一个动作 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露下他们的一个细节 直到一会儿 将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 将爷爷表示 刚才自己该充满电载出来的 中午瑞宝和灰宝的下班时间到了 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 而此时 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 也该收拾收拾回室内了 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 从外面看上去 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园上一样 而隔壁的乐宝 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 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 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雄生的姿态 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 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 福宝正趴在树叉中睡觉 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 此时是专属于妇女俩的睡觉时间 宋爷爷今天来到室外园区 给福宝送窝头 最后还摸了摸福宝的小胡渣 被摸了下巴后的福宝 好像很开心 兴冲冲地跑回了室内园区 迈着欢快的步伐 一路走到了小亭子上 福宝在小亭子上逛了一圈 感觉也没什么好玩的 便想从小亭子上下去 当福宝下去时 用了只有福宝一家 才会得独门绝技 用头爬楼梯 那就是先把头 塞入楼梯缝隙里 然后身子自然向外翻去 接着一个转身 成功从小亭子上下来 福宝这灵活的样子 已经快要超越 自己的爸爸乐宝了 而乐宝这边 为了不让福宝超越 都开始研究 反向爬楼梯了 而江爷爷 此时则在隔壁的乐宝园区 跟姨姨们 宣传自己即将要上线的新节目 江爷爷还补充到 这些都是节目组让自己说的 而今天还有我国的姨姨 跟江爷爷用中文打招呼 夸江爷爷很帅 江爷爷你好帅 好帅 好帅 有姨姨听出 江爷爷回复的什么吗 到了下午时 宋爷爷给乐宝 在市外园区的小堂椅上 对了一个熊猫雪人 打算一会儿乐宝来市外园区时 给乐宝一个惊喜 不过 这是爱宝 还是福宝呢 一会儿乐宝来到园区后 先是给插在雪人身上的 胡萝卜拿了过来 将其吃掉 吃完胡萝卜后 乐宝为了感谢雪人站起身 给雪人来了一个大大的熊豹 但结果 没想到用力过猛 给雪人的头撞掉了 宋爷爷忙碌一小时 乐宝仅用一分钟 就给其玩坏了 等乐宝完到最后时 雪人渣都不剩了 昨天乐宝正吃着竹子 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 雪瞬间吓大了 乐宝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 停下了手里的竹子 转头查看情况 乐宝定睛看了一下 园区里发出声响的观景竹 确认没有危险后 乐宝转身 又给自己的小亭子 做起了标记 可能乐宝怕风 给自己小亭子吹跑吧 给小亭子做完标记后 转头又去到了树上 风越大 乐宝越摇摆 一会儿乐宝从树上下来 然后开始在园区闲逛 之前有听医说 乐宝在园区闲逛 像是在酝酿变异 因为乐宝每次转到最后 都会去拉青团 果真如一所说 乐宝围着园区转了树圈后 来到了小亭子上 拉起了青团 乐宝拉完青团后 还干净地在小亭子上蹭了蹭 擦屁股时 乐宝还打了两个喷嚏 乐宝心想这天冷得也太快了吧 乐宝为了给依依们洗洗眼睛 来到小堂椅上 给依依们表演了一个倒立 乐宝真是全身都是绝活啊 倒立的同时 还能给自己老养 这一倒立弄得满头的血 乐宝给自己晃了晃 一会儿 乐宝又转到了自己的小堂椅上 抱着自己的生日立牌 又啃了起来 依依一转头的功夫 乐宝又和小亭子的爬梯干起来了 乐宝要和爬梯分出个胜负 但爷爷制作的爬梯 实在是太结实了 二百斤的乐宝扛不动一点 不过白色也真是显黑 平日里雪白雪白的乐宝 结果到了雪地上 怎么跟福宝差不多脏了 而今天的依依在来看乐宝时 乐宝就绅士了很多 坐在室内园区的小亭子上 乖乖吃着竹子 大熊猫也是懂反差感的 将爷爷正站在福宝的室外园区上方 记录着福宝玩雪的样子 将爷爷动得单手插兜 不过看到有依依和自己打招呼时 也会热情地伸手和依依们回忆 而此时依依的视角 刚好是福宝正翘着小尾巴 像是要拉青团的样子 福宝害羞地躲在墙后 不想让依依们看到 福宝感觉自己被依依们发现后 福宝不断用小动作 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福宝转了一圈 来到小瀑布堆积的雪前 此时的福宝在地上像是一只大毛毛虫 钻来钻去 滚来滚去 有种躺下来后 便再也不想起来的感觉 在雪地里不停地孤勇 不停地在地上花式表演着大熊猫玩雪 有一瞬间 福宝好像还给依依们 嗅了一下自己的眉腿 一会儿福宝回室内了 依依重新去排队 这次回来时 福宝在室内园区睡起了觉 一会儿 等福宝从树上睡醒 福宝从小树上下来 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 吃饭 喝水 拉青团 这都是福宝起床后的标准流程 福宝吃完竹子后 就从小亭子上下来 在饮水盆前喝了会儿水后 便直接蹲坐在草丛里拉青团了 而这时观看时间又到了 依依再去排最后一次队 这次依依回来时 福宝又来到了树上 福宝时不时坐起来 给自己挠羊打哈欠 打完哈欠福宝紧接着又趴下了 看样子 福宝是不想起来了 想直接睡到 爷爷叫自己回家 福宝今天下班时 闻到了妈妈的气味 因为就在刚刚 爷爷让爱宝出来 测量了一下体重 福宝这敏锐的嗅觉 一下就闻出来了 爷爷问福宝 是不是闻到了一个熟悉的气味 福宝在门口仔细寻找着 想必福宝第一时间就识别出 这个气味是妈妈的了 福宝寻找着妈妈到底在哪里 最后福宝停在了爱宝回去的门口 看上去 福宝是想要进去找妈妈 而此时 爱宝正在房间睡觉 灰宝正在爱宝的头上踩来踩去 挑战着妈妈的忍耐力 真是一个熊孩子 下一秒 灰宝看到妈妈醒了 想让妈妈起来陪自己玩耍 此时的灰宝 真的一刻也不能消停 而此时 瑞宝正在妈妈的屁股后面睡着觉 爷爷一转头 灰宝又表演起了功夫 熊猫翻滚 第二天早上 瑞宝正在方便 调皮的灰宝 有其他的路不走 非要挤在姐姐身边 从姐姐身上压了过去 灰宝真是越来越折腾了 宋三岁看了都直摇头 表示自愧不如 等下午爷爷再来房间时 灰宝正在爬门 灰宝这一身本领 完全不输乐宝和福宝 而且 灰宝还是自学成才的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而爷爷看到后 非但没有阻止灰宝 反而鼓励灰宝加油 夸赞灰宝手上有力气 灰宝一听更来劲了 抱着栏杆继续地奋力往上爬去 一副不想让爷爷失望的架势 在灰宝的不懈努力 以及爷爷的不断鼓励下 灰宝爬到了第二层栏杆上 爷爷看着灰宝这个样子 表示灰宝 看起来像是要起飞了 一会儿 爷爷给灰宝带来了一个小雪球 这是灰宝第一次见到雪 灰宝很是好奇 而此时瑞宝正在睡觉 爷爷没有去打扰瑞宝 让灰宝 自己独享雪球的快乐 爷爷表示 在室外有很多的新奇玩具 灰宝要快快长大 到时候就可以去玩耍了 灰宝抱着雪球滚来滚去 福宝一家对雪的喜爱好像遗传 都对雪有着特殊的喜爱 爱宝吃完饭后 爷爷给爱宝带了出来 为爱宝测量了一下体重 127.7千克 爱宝好久没来房间外面了 开心地抓着栏杆对着爷爷 和爷爷分享着自己此刻的心情 昨天 宋爷爷来到室外园区 喊福宝会室内 此时 外面的太阳有点大 给宋爷爷晒的 有点睁不开眼睛 福宝看到爷爷来了 走上前 但看到爷爷两手空空的 转头又走了回去 一会儿 宋爷爷拿来了小窝头 福宝这才走上前 福宝看着窝头 咽了口口水 福宝再次转头离开 福宝这是和爷爷 玩起了欲擒故纵 福宝知道 只要这次自己忍住了 下次爷爷的窝头会更大 或许还会给自己带来小苹果 福宝完全猜透了爷爷的心思 福宝故作矜持地 继续在园区玩耍着 宋爷爷假装 想给福宝的竹子拿走 但福宝没有上当 宋爷爷失落地离开 回去继续想办法 而此时 福宝在园区走得 都气喘吁吁的了 但就是不回室内 在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 围观的姨姨们表示 自己都快看晕了 一会儿 送爷爷去忙瑞宝和辉宝了 圣歇阿姨 替爷爷来到园区 接福宝回室内 现在的福宝 谁的面子都不给 不管是姨母叫 还是爷爷叫 就是不想回去 爷爷都搞不定的福宝 圣歇阿姨 更是一脸的茫然 圣歇阿姨趴在门口 看向福宝 想要感化福宝 但依旧不起作用 圣歇阿姨就这样 一直在门口等待着福宝 福宝则就是 反反复复地在园区转圈 圣歇阿姨将一块小零食 放在了园区外面 福宝转了一圈回来 发现了圣歇阿姨 放着的小零食 但只是闻了闻 并没有吃 现在窝头对福宝来说 已经起不了诱惑作用了 一会儿圣歇阿姨 也实在没有办法了 便先回去了 但福宝的通道门 一直没有关 想着福宝什么时候玩够了 自己就回去了 就在姨姨们以为 福宝这次走向通道门 会直接回室内 没想到 福宝在里面 掉了个头又出来了 出来后 路过刚才圣歇阿姨 给的小窝头 依旧只是闻了一下 根本没有吃她的欲望 这以后 瑞宝和辉宝出来后 爷爷就更有的瘦了 每天 不是在哄福宝姐妹撒下班 就是在去哄福宝姐妹撒 下班的路上